台苏集团位于嘉义的南亚厂区发生大火 厂房狂烧17小时才被扑灭 附近居民愤怒包围厂区 郝龙兵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活动 国民党要决齐聚相挺 你打烂花坡你就打烂了台湾 大家都说对不对啊 马一九为何要为花博挺身辩护 岛内重要赛会活动为何总被政治化 本栏目台北也不是专访台湾时视评论员张有华 为您带来独家分析 看英文苏贞昌名调双双落后 两人调整选举步调 首次合体造势 历迫不合传闻 台海资讯前沿 两岸独家试点 欢迎收看由敏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我是詹晨 今天将由我和台北演播室的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新鲜资讯 赫南 张诚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赫南 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祝大家 晚上好 好的 我们来看新闻 位于嘉义县的台速南亚厂区 昨天发生大火 数千平方米的厂房 完全被大火吞噬 由于厂区内存有易燃物质 外加油管破裂 消防人员辛苦奋战17小时 才终于在今天凌晨将大火扑灭 而火灾造成的空气污染 让附近居民非常愤怒 他们聚集包围厂区 气氛相当火爆 南亚厂内的珠光职场陷入火海 黑烟直窜数十米高 厂区附近的天空 全部都被浓烟笼罩 而更为糟糕的是 一直抢救凶猛的火苗 还是不断的冒出 云梯车洒水车就动员了30台 消防人员忙进忙出 三个小时了 1200多平方米厂房的火势 就是无法控制下来 而黑烟带来的浓浓刺鼻味道 也让当地的居民非常气愤 大门快被推倒 火冒三丈的居民想要冲进厂区 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 简直就快要招架不住了 不过南亚厂区从10月3号8点20分起火 嘉义县消防局说在8点28分有第一名民众报案 到了8点36分还有第二名民众报案 消防局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接到南亚厂区人员报案 为什么火这么大南亚人员就没有在第一时间报案呢 外界质疑南亚是想要试图自行救援或者是另有引擎 那么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能等待台检方日后来厘清了 南亚塑料厂的大火从早烧到晚 不但臭味检测超标四倍 持续的浓烟也造成空气中力状污染物数值异常 而嘉义昨天下午突来的一场大雨 让民众发现从天空向下的雨水居然跟墨汁一样黑 当地居民直指黑雨就是南亚厂大火造成的 要求嘉义县环保局要查明真相 水桶边擦一圈白纸瞬间变黑 水桶内装的明明是刚刚才下过的雨水 不过看上去全部都像是墨汁 倒到透明的宝特瓶里面更是吓死人 这些全部都是黑雨水 原来这些住户都在起火的南亚二厂方圆十公里以内 住户怀疑这些雨水变黑跟大火有关 担心住户饮用水遭到黑雨污染 水库人员特地捞水做检测 还好水质都合乎标准 而厂方澄清表示燃烧物无毒无害 整场火从3号上午8点20分 直到隔天的凌晨0点53分才被扑灭 燃烧了17个小时 南亚加一二厂现在成为了这副模样 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全部被烧毁 现场除了灰烬还是灰烬 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嘉义最大火呢 其实起火原因就是二楼的油管渗路重油 加上周遭高温瞬间引燃火势 台南台中高雄机场的这个长设程的泡沫 化灾车已经都在今天早上4点钟大家都回去了 虽然厂方代表一再澄清珠光灼厂的化学物质无毒 但是现场的火势跟黑烟实在是太大了 空气监测的力状污染物更是超标三倍 嘉义县政府依照相关的规定开罚100万元新台币 并要求南亚二厂无限期停工 台宿南亚厂区的大火终于扑灭并遭到勒令停工 现在外界十分关注台宿方面的后续处理态度 台宿集团总裁王文渊今天紧急赶往嘉义查看灾情 并举行记者会 除了向民众驱功道歉也向嘉义县长张花冠承诺会彻查起火原因 火势破灭了11个小时后台宿总裁王文渊高铁南下 首先要做的就是道歉 王文渊此行除了代表集团向嘉义宪明致歉 还有一个首要任务调查火灾原因 难确定的就是起火点从二楼管线露出热煤油 开始一直延烧到楼上仓库 显然抢救无效 连年轻时代就在这里工作的王文渊也很讶异 怎么会烧成这样 王文渊对嘉义县长张花冠做出厂房 要全面大体检的承诺 只是这样就能让这次的南亚二场火灾事件直写吗 王文渊的后续处理态度是重要关键 王文渊一早就赶往嘉义危机处理 除了向民众致歉 还面临台速要经受的巨大经济损失 据估计南亚厂区的这场大火 一天起码损失上亿元型台币 而今天台股一开盘 南亚的股价就掉了四块多 跌幅超过3% 盘中还差点跌停 但收盘时跌幅收窄 最终下跌一元 台速南亚厂区的大火 是嘉义历年来发生最大的火灾 自然也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连接环节 了解一下今天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贺南 好的 张晨 那么今天岛内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很一致 他们都关注了昨天的台速南亚嘉义工厂的大火 在之前新闻当中我们已经报到了 这把火可以说是烧出了关键 烧出了重点也烧出了民众心中的痛 那么在之前云林六清大火的时候 那么舆论对于台速进行了这样一个标题 叫做台速连续两度的公安意外 而现在舆论给台速提了这样一个醒 就是台速集团三个月内第三起公安意外 三个月三起平均一个月一起 那么今天联合报也是对此刊载了一幅漫画 非常的形象 那么台速刚刚从六清的事件中逃出 那么在单架上这个就是台速马上就迎来了南亚大火这一颗炸弹 那么在漫画的上面是联合报的一篇评论 标题叫做公安不能拧毛巾控成本 那么文章就指出台速集团之前一直被外界标榜成为拧毛巾式的经营管理 那么在成本控制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 那么这一次现在时代不同了 民众对于安全的意识空前的高涨 那么在外环境直接或者间接的推波助澜下 这样的公安问题可能会被无限的扩张 那么台速方面在经营管理上似乎必须去做出一个省思 那么因为公安的优先性和无法打折性是不能用来拧的 那么想到一句口号 不知道在台速有没有被贴出来 就是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那么环境的安全关乎到的是民众的生活与健康 另一方面教育则关乎到了这个社会的未来 那么在大陆有一句话叫做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那么似乎在岛内也套用 岛内各地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手软 但是其实上有一些地方能省还是可以省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推崇的是可持续利用和回收利用 那么今天联合报上就有一篇文章 叫做回收再用中小学艺能课本将免费 那么在此之前 台教育部门的中小学永续发展委员会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希望岛内的中小学的教科书 应逐步推动全面的免费 并且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么这条新闻或者说这一个消息 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两个关键词 那么就是回收和免费 当这二者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省下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总之就是好处多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平面媒体的重点关注和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詹诚 好的 谢谢贺南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后回来继续新闻 好龙兵举办首场大型暴使活动 国民党要决齐聚相挺 你打烂花博你就打烂了台湾 大家都对不对啊 马依旧为何要为花博挺身辩护 脑内重要赛会活动为何总被政治化 本栏台北演播室专访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 为您带来独家分析 看英文苏贞昌名调双双乐后 两人调整选举步调 首次合体造势 历迫不合传闻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展现 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 三号正式成立竞选总部 并在晚间举办首场大型造势晚会 马英九 王金平 吴敦义等国民党要决 全员到齐相挺 其中马英九还是一天之内两都为郝龙斌站台 郝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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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龙斌投一场造势晚会 一万五千人骑海飘扬 马吴王党内大佬齐聚一堂 蓝营战将接力开奖 把气氛炒得火热激情也挺身为花博辩护 我们要爱护他 有的地方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检讨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怀着一种仇恨 幸灾乐祸的心情要把它打烂 你打烂花博你就打烂了台湾 大家都说对不对啊 对 蓝军营造大团结气势 选情又持续回温 一向给人害羞木讷印象的郝龙斌 心情一好也难得抛开顾忌 骑下去好不好 民意的要求 现在郝市长请用印 当众对太太献上一幕初吻 证明好感情 只是民调上升的甜蜜奇 能不能也一样持续到大选 选民就像女人的心很难抓得精准 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嘉宾有怎样的观察 贺南 好的张晨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嘉宾是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化先生 张大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因为花风暴台北市长郝龙斌的选情已经受到了影响 那么马云九近来是表示打烂花博会的话 就是打烂了台湾 那么您是怎样看待的 从花博事件以后 我们看一下民调 苏贞昌在花博事件 赢了郝龙斌三个百分点 那最近马云九会讲这句话 是郝龙斌跟民进党的内部 他们不约而同都做了民调 就是说当民进党在打那个花博风暴的时候 他的民调非但没有上升 况且下降 那换句话说 这个花博风暴对郝龙斌来讲 现在已经是止血 那马云九就看到了 这个现状已经血都止住的状况下 他就要把花博跟台湾把它连接起来 因为民进党他就经常运用这个东西 爱台湾或爱不爱台湾 做一个分水岭 所以马云九先给郝龙斌垫一个底 然后告诉苏贞昌 你再打这个议题的话 好 你再打这个议题没有正当性 但是11月6号 如果花博的开幕会有很多问题的话 我相信那一次苏贞昌才会真正的出手 所以马云九现在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消毒 那么同时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说在之前高雄市运 当他开幕的那一瞬间 全部高雄人都被感动了 那就是说11月6号花博开幕 全部的台北人会不会被感动 这也是郝龙斌一个重要的部分 对 这个就是说要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郝龙斌他在花博 还有在101他要释放烟火 他的目的是吸收青年选票 所以我知道是马云九 他直接了当的告诉郝龙斌 你要把青年人的投票的热情把它唤起来 所以花博成败的好 那个好坏有两种票一定会跑的 一个是青年票 一个是中间选票 就我所知 苏贞昌的中间选票是跑了很多 那郝龙斌的中间选票是有回龙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青年选票 因为青年选票我们界定是35岁以下 这些一向是投票率最低的一群 如果你能够把他热情给换起来 让投票率冲到七成二的话 郝龙斌一定会胜选 如果投票率到六成五以下的话 是苏贞昌得利 那么我们知道花风暴当中的话 是不是已经让花博有些许的变味 他掺杂了这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花博如果他涉及到政治因素 是对国民党最不利的 所以国民党是希望把政治力 把它给排除掉 就花博就是花博 选举就是选举 两者不能挂钩 只是让花博单纯的成为郝龙斌 一个很重要的政绩 但是不能把它掺杂太多的政治意味 那么花风暴到底会不会再继续延烧 而花博会又将展现给台北的市民 什么样的形象呢 我们还会持续观察 好的 感谢张大哥 今天精彩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张晨 好的 谢谢张先生的点评 首场大型造势晚会 郝龙斌信心满满 因为岛内媒体新出炉的民调 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据台湾平媒媒体所做的最新民调 目前郝龙斌的支持率 与他深陷花风暴时相比 上升了4% 而对手苏贞昌的民调 则掉了9% 总共落后郝龙斌12个百分点 同样民调落后的 还有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蔡英文 目前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为35.13% 落后他的对手朱立伦13个百分点 在自家民调双双落后的时刻 蔡英文和苏贞昌调整选举步伐 3号下午 苏贞昌来到台北县 以老县长的姿态 为蔡英文的首场大型造势活动站台 除了宣告民进党 北北双城联机正式合体 也要试图破除外界 苏蔡新姐的说法 苏贞昌主动牵起蔡英文的手 在台上一起鞠躬 两个人堆满笑容 电火球力挺 蔡英文要破除两人不合传闻 台北关国民党用专专业票蔡英文没掉 大家要跟她支持不 大家要跟她支持不 大家可以跟她支持不 大家可以跟她支持不 老县长在台北县还是很有魅力 主角蔡英文登场又营造一波高潮 四千人排自家LED荧幕声光效果 这场活动简直像演唱会 群众热情参与很有气势 新北市第一场大型造势活动 蔡苏两大天王同台 整合绿营战力互相拉台声势 不过台上牵手后走到后台 两个人只有一次握手致意 简单交谈后就离开 台面上有合作 台面下选举似乎还是像兄妹登山 要各自加油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新闻 台湾发现首起超级细菌病例 台卫生部门严阵以待 借口不满邻居吵闹 台中一男子酒后持刀纵火 致一死八伤 毫无回忆 下一次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改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之前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出现的超级细菌 现在在台湾地区也出现第一起病例 台卫生部门表示 台籍管局已经发现NDME抗药性细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细菌 首名感染病菌的患者 先前曾到印度旅游 途中因遭枪击受伤 9月27号回台接受医疗检查后 被检测出NDME细菌 目前该名病患情况稳定 并未产生相关症状 已经具备出院条件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台中县丰元市3号发生一起 令人不可思议的纵火案 一名住在公寓四楼的男子 由于不满五楼的住户太吵 喝完酒之后 竟然持刀又抱着汽油桶 跑到五楼邻居家纵火砍人 最终酿成一死八伤的惨剧 公寓五楼大火不断的从窗口冒出来 五个小孩困在顶楼等待救援 这起火警发生在台中风源 3号晚间9点多 住四楼的田姓男子 嫌五楼邻居太吵 酒后带着汽油桶又拿刀 砍人纵火 当时五内五名小孩看到屋子着火 还有人挥刀 吓得就赶紧到顶楼躲起来 逃过了一劫 嫌犯喝了酒 看邻居还放火烧房子 右边房间整间被熏黑 屋主二哥在这里被发现时 全身已经焦黑 分不清楚是烧死还是被砍死 他的母亲昏迷 全身多处刀伤 五个小孩和一个大人被呛伤 被砍伤的警察手上也缝了四针 到底有什么样的纠纷竟然演变成一死八伤的悲剧呢 嫌犯砍人纵火被带出警局还呛瞎 丝毫没有回忆 据了解这名嫌犯因不满楼上住户太吵 因此酒后纵火砍人 屋主说和田姓嫌犯根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夕之间家破人亡无法原谅 警方表示 嫌犯喝了一整瓶的高粱酒 酒测值高达0.75 事后对自己酒后杀人放火 丝毫没有回忆 今天台湾偶像团体组合五月天和台北市长郝龙斌同台 担任花博的侵占大使 台北市政府现在全力帮忙宣传花博 这已经是台北市政府请出的第五组代言艺人了 五月天现场大跳汤蓝舞还差点摔下舞台 花博会有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来看 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做的 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开出一朵微笑的花 台湾最近举办了一场短信比赛 最终一名17岁的高中生 以爸母亲节快乐六个字 拿下抱走了七万元新台币的投奖奖金 评审说 简单的字意背后表达的是故事 会选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传达社会意义 上周高雄高院科技大学为了吸引大一新生的助业 特别大策划办迎新晚会 砸下13万元新台币 除了社团的演出还请来DJ跟辣妹舞者助兴 画面一经抠上网就立刻挨慌 有人说学校把迎新晚会弄得像夜变 年轻人我觉得有年轻人的想法 那不一定就是一些就是办很普通的那种舞会就感觉很干 我觉得这样办其实还不错啊 对因为这样晚会很有内容这样子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你在台北还有其他资讯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的詹诚 那么现在是进入了10月份 岛内毕业生的求之忘记也告一段落 现在正值这些社会新鲜人也就是应届毕业生啊 他们毕业之后三个月试用期届满之际 那么这些社会新鲜人他们最想从事的行业都是什么呢 那么在岛内就有一个网络调查 这个调查显示这一些社会新鲜人最想从事的行业前三名分别是工商服务业和新科技行业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有岛内不少的大厂都是受到了金融风暴的影响 但是今年岛内的景气是整体的明显的好转 那么不少的行业是逐渐走出了这样子经济影响的阴霾之中 那这些新鲜社会新鲜人也就应届毕业生也是看好这些大厂商 不错的待遇以及很可期的发展前景选择纷纷加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詹诚 好谢谢贺南 下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詹诚 我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